即使您面授疾疑 但是也能阻止 最上镜头奖 江慧宋经理 江慧宋 终于记对了 郭大哥记忆好 功力很棒哦 你们的新总经理是什么大名 新任的总经理是盐邦杰 盐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是刘三琦 刘董事长 副总经理有几位 有两位副总 哪两位 一位是营运副总是张成秋 那么另外一位是负责企划 那是施炳黄 这两位都是新人 其实张副总其实已经加入高捷有大概快三年了 那么施副总是在去年十一月加入 那么刘三琦刘董事长是今年二月才加入 避患率也是很高 也没有啦 因为我们进入营运期间了 所以新年期间这边的一些工程 进步都高一个分 是 光之丛顶 对对对对 我们目前很多观光客慕名而来 而且指定来到高雄一定要来参观的一个观光场景哦 所以在美丽岛站这边我们常常会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像今天的购物美食 也是一个进展会开始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在这个重品下面我们还有那个咖啡座 这是有饮料茶点和点心 所以要营造叫做重品咖啡 从11号开始吗 每个礼拜 对我们事实上从上个礼拜六就开始 那旅六日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可以在那个十六根光柱两旁就可以变少了 基本箱会有多少 30块到80块 有那么便宜哦 对而且你只要首饰一卡通的话 还可以各间五块到十块钱的这个重费 那最近呢所有简余策站的贩卖店只要首饰一卡通 就是刚好简余的又有卡一卡通 那所有的商店呢都可以打八折的优惠 这样的一个优惠到了8月31号 等于是夏日期间来高雄就对了 来高雄现在又配合购物美食节 很多商圈板和公司都来拿着 那吃喝玩乐搭捷运玩够够走透透 所以夏日绝对要来高雄玩 一卡通基本单价是多少钱 一卡通是一个储值行 所以呢里面你基本储值100元 那当然你要储值5001000 1500都可以 除了以后搭的话费用多少 看您要这个搭乘的距离有多远 我们最低的最低的票价就是20块钱 那么最高票价到55块钱 听说有30块每天30块固定什么都会做的吗 那种我们叫做卖油卡 那卖油卡呢就是要回馈中程客户 因为他每天都是通勤上课或者上学上班 那么这样子的话一天30块就是不限里程不限次数 那就是最起码要一个月吗还是一年 那个事实上就是你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通常那个可以做到三个月 就是要印三个月的钱可以搭三个月的卖油就对了 因为他那一张是大概要收3600块钱 那可以做多久 就是做到你里面的钱都扣完了 那如果一天30块都要把3600块钱就是120天了 对,所以就差不多是四个月 这实在是最大的福音 四个月每天三十块 可以这里搭 是是是,卖油行 好,谢谢江慧送经理 捷运高雄捷运公司 刚刚高雄公司 我们去捷迹走后提出